每年的3月15日是台中一中美术班艺术节 今年碰上新冠肺炎疫情来搅局 延期举行刚好给了学生灵感 用病毒和疫情作为创作题材 还把陈时中部长和校长酷售成门神 希望用不同的方式进入这段抗疫时期 台中一中校长和卫福部长陈时中化身成门神 站在校门口阻挡疫情入侵 每年325美术节台中一中会举办展览活动 今年碰上新冠肺炎延期举办 却正好给了学生创作灵感 因为我们的陈目督成校长是我们的大家长 也就是可以代表台中一中的大人物 那因为陈时中部长呢 他这一次对抗疫情可以说是对抗了十分的成功 所以我们就决定融合这两位大人物 然后做成我们的门神 刻意用简体字的反风布条和金纸 做成的口罩形成强烈对比 或是大量使用红色要表达内心激动澎湃的情绪 学生们的创意发想用不同的方式 记录这段抗疫时期 我觉得红色是一个日常可能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出现的颜色 但是对于内心来说它是感觉是一个澎湃 或者是热血就是那种很激动的一个情绪这样子 然后至于手脚的话我是想要专注在于一些肢体语言 金纸其实代表死亡 那口罩是我们遮住口鼻 但同时我们也遮住了我们想要知道真相的意愿 那其实这后面的这个宣传步调 那其实是影射中共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隐瞒了很多真相 以艺术来对抗我们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既然已经发生 我们也无法去改变这个事实 那我们希望结合我们这个美术节跟艺术周的活动 把我们同学的这个作品呈现 跟我们疫情也有一些的关联 那么为这个历史留下记录 消防表示因应防疫政策 展览作品也都会上传到社群平台进行线上画展 避免失声有群聚看展的风险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播导